有疑問找醫師 沒疑問找知識 歡迎收看反正轉療室 大家好 我是陳妍達醫師 今天的話呢 我要來跟大家分享 因為自從我們上一次的那個 就是電音波的那一集 發出之後其實蠻多人會 想要詢問一下說 那我到底是選擇就是電波 或者是音波這種 非侵入性的治療比較好 還是選擇我們現在 其實還蠻夯的 來線拉提呢 兩個東西都是拉提 但是它到底有什麼不同 以及我到底適合哪一個部分 首先要跟大家講的是 電音波以及脈線拉提 這兩個不同治療的原理 到底是有什麼大不同 電音波治療原理 其實我們之前其實有跟大家講過 如果詳細想要知道的話呢 其實可以點一下我的右上角的部分 那簡單來說的話呢 電波跟音波拉提 主要它的治療邏輯就是 它使用電波的能量 或是使用音波的能量 對我們的皮膚組織進行加熱 那皮膚組織在進行適度加熱之後 它會有緊縮 會有縮起來的那種感覺 所以其實與其說 電波音波是一個拉提的一個治療 不如說它其實是一個緊實的治療 而附帶有拉提的效果 比如說今天我雖然緊實了 但是問你說我這塊肉還是有一點重 還是有一點垂綴感的話 這就是電音波它本身是有緊實效果 但卻沒有方向性的一個結果 埋線拉提主要是 它是以我們有一些倒勾的線材 埋到我們的皮膚裡面去 讓它往上拉 往上拉這些勾勾 基本上就會拉住我們的皮下的一些組織 達到拉提的效果 所以這就是埋線拉提跟音波 還有電波拉提不一樣的地方 現在市面上的埋線拉提 其實還可以看到那個線材真的是很琳瑯買目 各種不同的線材都有 然後有時候很多人會跟你講說 我們這什麼是PDO線拉 然後講一堆很多英文縮寫 大家都聽不太懂的 其實線材的部分的話 大家其實只要抓住一個重點就是 放到我們皮膚裡面的這個線材 其實通常都是可吸收線 我們不能夠放一個 完全沒辦法被我們人體吸收 跟分解的線材到皮膚裡面 那這些線材基本上講 我們外面其實看到這些所有線材 都是可分解的線材 那只不過在設計上面 各個不同的線材 還有各個不同的巧思而已 那到底說哪一個比較好 哪一個比較不好呢 其實沒有一定 這個東西還是要看一下 醫師他本身的施作的一個方法跟技術 那接下來的話 就是大家滿在意的 就是接受這些治療之後的 恢復期長短 電波跟音波 基本上因為它是一個 非侵入性的治療 所以它其實是沒有什麼特別的傷口 做完就不會瘀青 所以做完這些治療之後 頂多就是有一點點泛紅跟腫脹 大概在7到10天左右 其實就會慢慢的消退 但是埋線拉提的做法 它比較有一點點 輕微的侵入性 首先第一個 它會有傷口需要照顧 傷口復原大概也是7到10天的時間 第二個 基本上因為我的線材 必須要穿到我想要拉提的地方 所以說線材必須要走一段距離 經過這些組織的時候 多少都會有一點點 小小的血管被破壞掉 所以會有一點點瘀青的狀況 以及腫脹的狀況出現 所以通常的話它的修復期大概需要到一個月左右的時間 這兩個治療還要維持時間長短 到底有多久呢 電鳴波的話呢 目前現在要看你照顧的狀況好壞了 如果照顧狀況是比較好的狀況下的話 其實大概可以維持到一年一年半 應該是都沒有什麼問題的 那埋線拉提的部分的話呢 這個線材大概在3到6個月的時候 會被我們人體大概分解的差不多 效果維持大概還可以維持 大概一年到一年半左右的時間 整個加起來大概是一年半到兩年的時間 最後的話 當然就是要跟大家講一下治療的風險 因為所有治療當然是有它的好處 但是一定也要注意它的風險評估 電鳴波治療的風險 當然其實就是我們之前新聞常常看到 有時候太貪心 一下子劑量開太強的話 它可能會有一些皮膚燙傷 灼傷 或甚至到起水泡的這樣子的風險 所以說其實一開始的時候 我都會先跟大部分的就是客人講說 你在治療的時候 一開始不要用到太高的劑量 因為有時候我們兩個第一次碰面 我對於你皮膚的了解 也還沒有到那麼的完整 我一開始如果用非常高的劑量 但不幸的 你剛好皮膚沒有辦法承受這個劑量 而起了水泡的話 後續的傷口照顧 跟後續的疤痕 就會是一個非常非常棘手的問題 不要一次就是太貪心 一下就要用很高的劑量 反而到時候 那個應該怎麼說呢 那個叫做 吃點飲碗碗的那個成語 欲塑則不答 對就是欲塑則不答 本蠻線拉提 因為我們剛剛其實也在修補期的部分 有跟大家講了一下說 就是它中間可能會需要面臨到的一些 就是術後的一些瘀青的狀況 或者是會有局部組織 腫脹發炎水腫的狀況 但這些都是正常會出現的一些副作用 那再來的話 有一些比較罕見的副作用 包含第一個 拉太緊 皮膚會開始有一點點 皺褶 或是有一點 會有一點凹陷的狀況 對這種不平整的感覺 基本上來講 至少要半年到一年 才會慢慢的修復 第二個要小心的事情就是 埋線拉提 因為本身是 把線穿入皮膚裡面 所以說 我們在穿入的過程中 有時候會不小心碰到一些血管 或碰到一些神經 所以有時候在拉的過程中 或是到後面術後的過程中 有些人可能會覺得 有些局部皮膚有點點 麻麻 或是痛痛的感覺 所以它大概也是要 半年到一年的時間 讓它能夠慢慢修復 所以說如果有類似的 副作用出現的話呢 其實一定要跟醫師做溝通 最後要提醒大家的是 每一個治療 其實由每一個治療的極限所在 所以必須要跟醫師好好溝通 知道這個治療 能夠帶給你的 最好效果是什麼 才能夠有合理的期待 弄到這麼緊的話 可能真的只能夠 找院長去拉皮了 最後再跟大家做一下 這樣子的提醒 這樣才能夠在變美的同時 也可以有合理的期待 心情也會變好 如果喜歡我們今天 分享的影片的話呢 幫我們按讚 開啟小鈴鐺 OK 掰掰